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各位觀眾朋友午安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潛修 首先一開始呢 我們介紹了這一集加入我們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鄭孫琦老師 大家好 以及我們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我們線上還有文山伯 待會加入我們討論的現場 文山伯好 點燕好 是 馬上 點燕好 是 大家好 還是在過年期間算新年快樂 首先我們來看看年底的選舉 民進黨跟國民黨 昨天下午的中場會 對於選舉的辦法 做出了一些初步的規範 其中國民黨有一個人跳出來 引起了一個池子裡的吹奏春水 怎麼說呢 謝龍介在黨中央說明了說 他不進行初選 而會進行協調之後 他就跳出來說 既然黨中央規定已經出來了 我就要宣布參選台南 他認為台南並不是鐵板一塊 所以希望黨可以好好整合 做最好的推薦 所以選戰雖然很難 但並不是沒有贏的機會 來聽聽看謝龍介他的說法 所以普遍也有一些人想要改變 如果我們能夠做好整合 又能喚起市民 想要讓一個城市做一個進步的改變的時候 那還是可以一搏 所以在困難的環境當中 在冰天雪地要開出勝利的話 那當然就是要背景艱辛 所以我們才是想思考以後 昨天中常會已經通過這個提名的機制 所以我們就願意進入到黨的機制來 參與這個黨的機制 不過尷尬的是昨天 這個謝龍介一宣布之後 媒體跑去問黨中央 黨中央竟然說錯愕 為什麼要說錯愕 說因為其實他們本來已經推出了 打算協調出推出一個 讓人耳目一心的人選 結果謝龍介跳出來了 這個讓黨中央有點頭痛 那誰是耳目一心的人選 我們一度還以為 是不是朱立倫主席要御駕親徵 還是怎麼樣 結果後來陳以信出來了 他就發表宣言 他也說身為台南子弟 他要為國民黨在台南 以不分區的立委的名義 有義務跟使命 全力協助國民黨光復台南 可是我們看一下 當時TBS民調已經做過調查了 在去年1月20到1月25的時候 做出調查是說 當時如果是黃偉哲對象謝龍介 謝龍介還有31的比例的支持度 如果是陳亭妃的話 那麼謝龍介還有37的支持度 而當時陳以信 在調查當中只有13% 當時連高斯伯都還有20% 所以耳目一心的人選 現在黨中央怎麼協調 就有待大家來觀察 那麼至於在台南的部分 因為大家知道南台灣 一直都是國民黨比較不容易 很艱困的選區 所以當國民黨在台南 過去由黨中央來徵召 或者提出了名單 人選裡頭 其實很難讓人家感覺 耳目一心 為什麼 比方說當時 郭天才的支持度 只有39.6 得到的票數 那麼甚至2014 台南市長選舉的時候 高斯伯拿下了32跟38 其他的政黨拿29.6 就已經感覺到 其實國民黨在當地的 提名的策略 是不是需要大家來觀察一下 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當中有很多的 黨中央的想法 是不是還不夠的 了解地方的需要 這個禮儀 所以當中央的政策 大家有這樣質疑 再看看除了台南之外 高雄也是一樣 建坤選區裡頭 高雄市長誰來出馬 目前藍營的高市黨部主委透露 這兩個人都有意願 這個是許福民說的 他說羅志強跟高金素媒 都滿高意願的 他說是滿高意願 要投入高雄市長選舉 但是羅志強是國民黨的活旗 現在還不確定 是不是要選高雄市長 結果大家一聽 那這個滿厲害的 但是都選高雄市長嗎 結果他都是王牌 太棒了 當然後來這個當事人 其實否認 是不是甚至可能 羅志強他放到桃園去 也是一個活旗 現在還沒有得到一定的答案 但我問了羅志強 羅志強是說 目前黨中央都只是 徵詢他的意願 也還沒有給他建議 或告訴大家說 那到底黨中央的規劃是什麼 所謂的協調 希望到哪裡 給他去安排跟參選 他們的算盤是什麼 不過當羅志強 要不要參選選桃園 選高雄什麼地方的時候 黃偉和這段媒體人 他的分析是說 他認為他只能選高雄 為什麼 因為台北有強將 這個是將軍的將 錯字 羅 羅志強沒有辦法選 當然桃園人選很多 其實現在不一定 桃園不一定人選很多 他說沒空間 那第三個是高雄 沒有人敢選 所以他認為羅志強剛好去高雄 小母雞帶小雞 那先問問文三博 在南台灣怎麼看 這麼鬍子 這麼鬍子 這麼不敢 對榮家選舉我指令尊重 但是疑空 一九年的立委補選 還有血淋淋的教訓 讓我覺得 我真的替農介很擔心 各位 對高雄這個民生來看 我一直想說 才會不自己煮飯 才不是要 不讓人現過 高雄市 市 市政中市政地的 這些工作者 你們家的那些沒志氣 為什麼一定就要 等到百位的人來 萬一沒有為了 其他的問題 長期以來南部 甚至有每天人說 台南高雄賓公 這四個館市必定輸 為什麼輸 全身的輸出的 外地在哪裡 不賺錢 還記著 二雲一百年 韓國人要到高雄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當時 有一個很大的堂口 也許我們懷念 英文的議長 口困難先試 嗯 全力幫忙 但是 變化 來到二雲 二雲年的議長 補選到真正的 是所有的相分 要定人 高雄選舉我戰爭 比目前 變成什麼狀況 我相信 高雄選 高雄選所有的 三民大家都非常清楚 新鮮難救 無名的孩子 上來都沒露營 但是老闆說這句話 讓我真感動 這三民就是要改變 國民黨你要退出 讓國民選民可以接受的 人選以外 他們說一百年 韓國瑜的山洋 九年的山洋 加區成對策 人是一個問題 民意也是一個問題 民意救病的東西 你沒有做社會人選 來給人民做選擇 你當作南部的人 你現在送一個 四國好玩玩就好聰明 暖的也沒關係 後的也沒關係 東部在做什麼事 台南市市東部 甚至中央還很訝異說 謝龍介會宣布參選 甚至是不是以待神奇所 打亂的布局 國民 是不是證明中央跟東部 脫在前方 這個立選 長期以來的長期 這幾十年 你覺得我們這老闆生 有一次我們這長期 如果我們這幾十年 有外形 你知道嗎 落地地尖 你聽不懂 那是我們越受越酷爛的 越受越沒電過的 發情喔 洗禮喔 為什麼你們在天皇國 為什麼你們都在天皇國裡面 都有你們的生活 到你們的看法 但是現場的聲音 永遠都聽不見 還過於最近 接受電台訪問 日本人不喜歡台灣 國民黨 美國人不喜歡國民黨 中國大陸也不喜歡國民黨 民進黨都不用說 但是真的有一批人 國民黨還是在扯國民黨的後腿 許福明為什麼會去說 高金樹美跟羅志強是一個活局 高雄人這麼沒錄影嗎 高雄人說沒辦法 一個出來跟東家做的主要 他才是你們東部 本身沒有對地很了解 沒有尋求地方的意見 各位 或許我說這個話 我會萬箭穿心 我會再撞到通道馬鋒 我因為很多人說我 提出國民黨就沒想到 這去評論國民黨的事情 其實這不是國民黨的事情 這是整個高雄市 台南市整個台灣 有關政治環境的問題 你要好好做一個職業 當你跟華東湯的領袖 一貴氣 創英文之前這五年 老百生有很多難口 口罩白毛 以外最近和雁人都白毛 雁人無法買 不是你社會者的問題而已 和這兩龍的難口 三四塊錢 點出來補助三塊錢 但是三七塊錢 你只要一生兩個成分有多少 是 文博謝謝你的意見 我們稍微先休息一下 謝謝文三博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漢庭 因為當國民黨中央說 發現憲龍介要選的時候 他們說錯愕 然後媒體又跑回去問龍介 憲龍介說其實我也滿錯愕 黨中央會錯愕的 然後再來比方說 如果陳以信的話 會不會有牽涉到 不分區地補的問題 要不要辭職參選等等 你怎麼看 他如果地補 那應該依照順位排名 是吳敦義前主席要進入到立法院 那就看吳敦義主席 自己的意願 以及看陳以信哥 大家到底要不要辭 我們要先強調 就不論是在台南或者是高雄 對於國民黨來說 本來就選不贏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討論得很熱烈 但其實對於選手 或對於國民黨來說 本來就只是一個練兵 以及要能夠振奮士氣 要對得起當地的支持者 這樣一個舉動而已 那麼就連這種選不贏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 好像也要進入到初選很激烈 那麼這跟民進黨的做法 就很顯然不同 民進黨專門都是在那種必勝之地 2018年的高雄和台南 初選殺的刀刀劍骨 或者像現在的台南也是一樣 綠營也是想方設法內部 要把黃偉哲給拉下來 或者又像是屏東之地 總而言之兩相比較 可以發現民進黨是專門要去收割果子 要專門去搶功勞 要專門去搶地盤的 可是國民黨竟然在台南必輸之地 至少還有人願意要去爭先恐後的 要去付出 要去犧牲 要去作戰 那麼這兩相比較 高下立判 那麼我認為後續當然就是進入到 國民黨內部的整個的提名機制 或者是初選機制 這就是國民黨內部的事情了 那麼第二個再看到說 是所謂的高雄的話 當然因為跟羅志強強個實在很熟 所以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我們當初是跟他建議說 因為畢竟他曾經承諾要參選台北市長 所以除非黨有徵召 黨有下令 否則的話你自己不好主動要去改變 因為畢竟還是有少部分的人支持 羅志強繼續選台北 那麼如果說黨有動作的話 我會建議他去桃園 不要到高雄 因為純粹是個人的這個建議 因為一旦去了高雄的話 雖然說很多人有一些期待 但是這對於羅志強他畢竟是戰將跟勇士 他不是炮灰 就是說對於一個長期對國民黨付出的這樣 一個戰將跟勇士 那你給他的任務叫做持續送死嗎 我覺得這樣也不是很好 雖然說到高雄可以收穫很多的人心 跟獲得很多的一些聲望 然而從個人方面我們擔心的是 如果羅志強去了高雄 一旦選輸了 那麼很可能他就要退出政壇 為什麼 因為2024年 那麼他在高雄選立委會選得贏嗎 2024不分區的立委 國民黨保證會給他到不分區立委嗎 那在接下來對未來的事情 那就非常難講了 更何況我認為 這從他所說的就是 你要考慮一下家人的奔波跟勞累 對吧 因為強哥畢竟在過去以來 是處於失業的狀態 2018年的時候才當上台北市議員 所以我認為一個善於要考量家人的人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一個人連家人的感受都不顧 都不顧自己的老婆跟小孩 然後盲目的說要去救國救民 多愛護老百姓 我認為這樣一定都是假的 所以在醫次考量之下 高雄本來對於國民黨來說 就是選不贏的 2018年韓國瑜是非常罕見的特例 那在當時有非常多的市議員都能夠上榜 那麼到這一次的時候很顯然的 就是大家不要有過度的期望 如果這個時候這個過度的期望 不論是投射在羅志強也好 或者是高金樹莓也好 其實到最後翻盤的那個時候 或者是到最後結局 可能都只是對於他們個人有極大的損害 我覺得不應該 應該把羅志強還是放到桃園 讓他好好的去查查鄭文燦的必案 畢竟戰將勇士查必案 這也是去作戰 羅志強現在還在苦行行走當中 還在曬太陽走路 那只是說黨中央應該也要告訴 相關的候選人說 我們黨中央整體的策略布局是什麼 那麼希望大家往哪裡去選 或戰將往哪裡走 應該是有更客觀的會贏的考量 難道比較艱困的選區就給他放棄嗎 也是要稱作士氣不是嗎 春齊老師 現在台南市台 剛剛文尚伯提一個東西是有意思 他說這個反映了中央跟地方的脫節 國論的恐怕不只是脫節 恐怕是有很大的矛盾 因為這個市長候選人不是小事 那也不是說剛剛臨時發生的 那這麼重大的事情 沒有跟在地的這麼重要一個 謝榮介有任何的溝通 這是滿奇怪的 還是說已經溝通過 那麼謝榮介也許別人要跟人家講說 不選 忽然間不爽又選 據我的所知 並不算徵詢他的意見 是 那如果說徵詢過他的意見 謝榮介在這種情況來說 他錯愕 大家都錯愕 光這個第一槍 第一槍響出來就對整個選情是不利 謝榮介講說因為台南的民進黨 是分裂的 陳廷輝跟黃偉哲等等的 可是對方的分裂是自己的機會 可是現在自己的不合 還不到分裂 恐怕是個很大的危機 所以我說這個起手勢就不太妙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台南剛剛漢廷說是選不贏 我認為是不容易贏 還不到說一定選不贏 包括高雄也是不容易贏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必要惡動嗎 有必要爭到這個刀刀劍骨嗎 所以他們黨內大概是既然有 兩個要出來就先互相協商 協商不存在民調 現在既然已經出現了 那就協商 那我認為是謝榮介 因為他是長期在地的政治人物 我相信台南市民 是對他非常非常非常熟悉 那這個人是有趣 有戰鬥力 那他這個基本上是 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是有個缺點就是說 可能大家就覺得他太熟悉 太怎麼樣講就是說 就是太知道他的風格 那外來一個人來說 剛剛文三博一個觀點 我不見得那麼同意 就是說在地的政治 或是這麼沒志氣這樣 有時候是一個大的戰役 或者一個都會型的時候 你一個地方的政治人物 或者一個市議員 是不太容易竄起 除非你有很好的舞台 那特別是像台南這個地方 因為說真的 大家久攻不下 民進黨是長期盤踞 這種情況之下 謝榮介 如果這次很清楚的目標 就是突破百分之四十 不是說一定以當選為目標 那大家就好好的協調打 為下一次準備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對於國民黨怎麼一開始 陳以信跟謝榮介 兩個人都沒弄好 好 那你現在看到 這個民進黨的分裂的趨勢 我是覺得未必 民進黨最後是很 大家都頂 大家都做姿態 最後就是分章 擺平之後 是有可能的 當然我是認為黃偉哲 做了這三年下來 說真的沒什麼心意 他那個姿態就是軟軟弱弱的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料杯 可能是一個密告子的風波 是有很大的致命傷 如果好好準備 未嘗不是有可能變化 那我是覺得說 國民黨先解決內部問題 怎麼樣能夠把這個 你說國民進黨不團結 結果自己都沒有辦法團結 中央跟地方脫鉤 這個是很糟糕了 所以高雄我是覺得是這樣 高雄我還是覺得是 如果在地 因為在地的人物知道必輸 或者輸的機率很大 輸了之後代價很大 包袱就多 就不敢出來 這種情況之下 你如果外來的人有戰鬥力 韓國瑜不就是一個典型嗎 他捲起一個旋風 他有一個新的觀點 所以我認為現在不管是羅志強 還高金樹梅 應該還是比較朝向這樣子 就讓他兩個折衣 的確 就像鄭老師所說的 其實不一定所謂的在地 當然剛剛文山博是希望 他們一直很氣憤低迷 很希望有一個亮麗的人選 把地方的士氣給帶起來 我相信這個也是滿多 南部的這個概念 重點在於那麼黨中央 他的策略是什麼 選舉的策略 既然這個在台南 有兩雄相生在民進黨 也是有機會的 他不見得是真的鐵板的時候 怎麼樣的策略運用 才有可能贏才是關鍵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